请各位大德合掌,那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极开经济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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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接着我们就讲第二十品 常不清菩萨品 那么这个经文的话呢 我们大概是先念一小段就好了 你看662 最后三堂 尔时佛告得大事菩萨摩赫萨,如今当之 得大事菩萨摩尚是谁?就是大事至菩萨 前面六法师功德品对的是常经济菩萨 因为你要常经济,你才能够有法师功德六根清济 现在不一样了,已经得到了 所以就有大事 所以特别对着大事至菩萨 得大事菩萨 来讲,正得这个六根清净的菩萨有什么样的功德? 如今当之 若比丘比丘你,又婆舍又婆仪,此法华金则 这样子的法师,不管是在家出家 若有恶口骂力毁谤的人 对这个法师,这种恶口骂力毁谤 或大罪报,如前所说 就像前面法师品说过的 然后,受词读诵法经的这些四众弟子 其所得功德,如像所说 像就是前面的法师功德品所说 掩耳鼻舌生意六根清净 这个是总说 这个大概呢,成前几后的这样子先说一下 然后呢,下面就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 等于底下讲的故事呢 是释迦牟尼佛 自己过去以前做菩萨的故事 那什么菩萨呢? 就是呢,这一个叫做呢 常不清菩萨 那这个常不清菩萨呢 也没有特别强调 他平常就很用功的在那边 受词读诵说法书写法华经 而只是呢,见到四众弟子呢 都说,你有佛性 你将来会做佛 我不敢轻视你 我给你礼拜 因为你将来会做佛 你看,我们读一读 你看,德大士乃亡古习 过无量无边 不可思应阿生七节 有佛名,威英王如来 应供正片之明心竹 善事世间解乎 善事调育丈夫天人是佛师尊 还是要够熟 才可以念这么快 佛的十号 结明离衰国民大臣 其威英王佛与彼世中 为天人阿修罗说法 为求圣文者说 应四地法 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为求辟师佛者说 应十二因缘法 为诸菩萨应阿纳多勒三门三不提 说应六波罗密法 究竟佛会 为三圣说法 各说呢 四地十二因缘六度 那么德大士是威英王佛 佛受四十万亿 那由他恒河杀结 你看寿命很长啊 好长哦 正法注释结束 如一言福提为成 向法注释结束 如四天相为成 其佛饶益众生已 然后灭度 还是会有灭度的 那么正法 向法灭尽之后 那接着呢 就是进入末法啦 于此国土 富有佛出 意号 威英王如来应供 正编之明心族 善事事间解 无上事调义 丈夫天人事 佛世尊 如是次第 有二万亿佛 皆同一号 都是威英王佛 把整个时代 环境背景 交代一下 最初威英王如来 寄灭度 最初第一个威英王佛 灭度以后 正法灭后 在向法中 于向法中 曾善慢比丘 有大势力 曾善慢比丘 是什么意思呢 为修 为正 为正 为德 为德 他自己没有修 没有正 没有德 但是呢 他自己以为有 有修 有正 有德 而且还有大势力 因为呢 感觉让人家感觉 他是有修 有正的 所以人家就会 恭敬 恭养他 相对应的呢 耳食 有一菩萨 比丘 名常 不清 菩萨 比丘 他也是出家人 但是他修 菩萨道的 那么665 最后一行 释迦牟尼佛 开始对着 大师自菩萨 讲 得大事 以何姻缘 这位菩萨 比丘 叫做 禅不清 下面就说出 姻缘来了 是比丘 这位比丘 凡有所见 不管他见到的是 比丘 是比丘 你是幽博赛 幽婆怡 见到世众弟子 皆惜 礼拜 赞叹 礼拜 赞叹 那口中就会赞叹人家 而作誓言 我身尽如等 不敢轻慢 所以者和 如等皆行菩萨道 当得作佛 还特别强调 这个 常不经 比丘 而是比丘 不专读诵经典 但行礼拜 乃至远见世众弟子 义父 顾王 礼拜 赞叹 看到有世众弟子 还特别跑去前面 跟人家说 我恭敬你 我礼拜你 我不敢轻视你 我不敢轻于 如等 因为你们以后都会做佛 如等皆当做佛 你自己想 你若是世众弟子 突然有一个比丘 跑来你前面 给你摆 跟你礼拜 还说 我不敢轻视你 因为你将来一定会做佛 所以阿弥陀佛 你好你好 因为你会做佛 给你拜 你会怕到的 一定怕到的 阿弥陀佛 拜托的 不能这样 叫他不能 跟他来 又同样 每次见到 他就给你礼拜 给你受祭 所以你会做佛 所以故来 大家就想起 你看669 668 668 世众之中 有声称惠 心不尽责 人家为什么会称惠 说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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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心不尽责 马上就出二口 骂利言 是无字比丘 从何所来 自言我不轻如 而于我等受祭 当得作佛 我等不用如是虚妄受祭 你什么人 你混 你是佛 我还有你受祭 我将来可以作佛 我自己不知道 我有学书 我以后一定会成佛 我这样就要你受祭 我加很多话进来 我大概当时候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你看 经历多年 如此经历多年 这位常不经比丘 常被骂利 但是他不声称恨 还是一样常作誓言 如当作佛 说是于是众人会去 叫你不要这样做 你是够结束这样做 不跟你说不可以 不跟你说不可以 或以杖木瓦石而打直之 你看 丢石头丢的远远 他还远远的给你拜 还给你受祭 必走猿王 由高声畅言 我不敢轻于如等 如等皆当作佛 以其常作事与故 争善慢 比丘比丘 又伯赛又伯仪 皆好之为 常不亲 私底下一定会这样说 你不要挡到那个笑的 常不亲 一定类似这种话会出来 就骂 随着骂 虽然称他常不亲 但是也跟着骂 你说 你说释迦牟尼佛 过去做这样的动作 对他来说 自己很好 对这些众生来说 多可憐 你知道吗 你看后面 669 是比丘 灵欲忠实 于虚空中 据闻 这个比丘就 禅不亲比丘 在虚空中 就听到 威英王佛 先所说法华经 二十千万亿计 稀能受辞 马上就能够受辞 然后呢 吉德如上 眼跟亲近 耳鼻舌生意 耳鼻舌生意跟亲近 得是六根亲近 以更争受命 两百万亿纳油他税 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这时候呢 当时候骂他的这些 真上漫比丘 比丘你 于是真上漫四众弟子 比丘比丘你 又菩萨又婆仪 亲见世人 为座不亲民者 见其得大神通力 要说便利 大善极力 闻其所说 还好 皆幸福随从 都相信这一位菩萨了 都跟着他学法华经 是菩萨 护化千万亿众 令诸阿曼多瑞三百三不提 命中之后 得持二千亿佛 皆好日月登明佛 于其法中 说是法华经 以示因缘 护持二千亿佛 同好云 自在登王如来 于此诸佛法中 说持独送 为诸事众 说此经典故 此经典就是法华经 得是长眼亲近 而鼻舌生意 跟诸根亲近 于是众中说法 心无所谓 得大事 是长不清菩萨摩扎 供养如是若干诸佛 恭敬尊重赞叹 众诸善根 于后护持千万亿佛 亦于诸佛法中 说是经典 功德成就 当得做佛 做什么佛 方过来六七零 得大事于迎合 而是长不清菩萨 起义人乎 是谁呢 责我身世 释迦牟尼佛自己讲 就是我 若我于述事 不受持独送此经 为他人说者 不能及得 安德罗三秒三不提 我于先佛所 受持独送此经 为人说故 及得安德罗三秒三不提 六七一 得大事 彼是世众 彼举彼 又婆山又婆仪 以称慧义亲见我故 两百亿节 常不执佛 不闻法 不见圣 牵洁于阿弥地狱 受大苦恼 像害的 你害我的 你不要做这个动作 我就不会这样 我反忽 所以你不要做这个动作 我不会这样 但是好好 还好呢 是你用这种方式 给你强加上 给我种这种善根 所以 必是罪 护育 常不清菩萨 教化安德罗三百三不提 你说那这些 世众弟子 后来是谁 翻过来 六百七十二页 得大事 于如亦云合 而是世众 常清 世菩萨者 其一人乎 今始会中 拔陀 婆罗等 五百菩萨 世子月等 五百彼丘 尼什佛等 五百优菩萨 皆于 安德罗三百三不提 不退转者 世 这样是没有错了 是这个因缘呢 就能够跟着 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那个菩萨 常不清菩萨 好好来学法华经 终于能够呢 得不退转 但是你看 六百七十一页那边 千劫于阿比地狱 受大苦恼 害人家千劫 在阿比地狱受大苦恼 然后两百亿劫 不执佛 不闻法 不健身 遇不到三宝 所以我常常这样感觉 做菩萨 不能用 这样害人 虽然你用这个方式呢 可以让他们 马上种下这种 很不可思议的上根 将来也会 因为这个关系呢 能够跟着你 来成就无上菩提 但是中间这个果报 他们要自己受 所以 不能用这宝 没有错 这你释迦牟尼佛用这宝 成就较快 度重生较快 但是他会说 没法度呢 他本身本来就是增上慢 他如果没有用这宝 他改不过来 可能以后果报更惨 那这个话就很难说了 增上慢比丘 增上慢四众弟子 代表他也有在学佛 他是有佛法善根的 只是呢 他误解了 他直接错误 所以他自己没有真正的修 他以为自己有在修 他没有自己的正德 他以为自己正德果位了 就像最近那个常常打电话给我 有精神病患那个 他说他现在已经有 亲近心 亲近眼 阿弥陀佛 你说你谁叫做亲近心 亲近眼 你定义给我听 他的亲近心 亲近眼就是 就是看到一般的人事物 人家骂他什么 他不会生气 然后呢 比较能够用好 善心 善意 去看待周遭的人事物 这个只是善心 可能他对亲近心 亲近眼的定义 就是这么通俗 跟我所认知的亲近心 亲近眼 得要是别叫出地 人叫出处是不一样 所以我也不要太苛责他 但是呢 他常常一直讲一直讲 他就会自以为 他看到经文讲 亲近心 亲近眼 他就自以为 自己就是这个境界 这就是所谓的真上漫 这就是不了解教理 然后有错误之见的人 会犯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常步经菩萨 面对这样的人 他必须用很特殊的教法 说不定真的是 因为这样才能够 让他很快的 能够跟着他学法华经 学那种大圣的十项法门 说不定是因为这样 那常步经菩萨有这样的智慧 有这样的判断能力 也说不定 但是从字面上 从经文的字面上 我们很难 很难去学这种 常步经菩萨这样的行为 好 那先交代一下 今天的发给各位的讲义 这个9月27号的讲义 先说这一品 它的大义跟由来 那这里面呢 墨学引用了很多不同的 这个注解 但是呢 意思都差不多 所以透过这样三个注解来看 你就会很熟悉了 首先呢 是法华经通义 由前沿持经功德之殊胜 也就是呢 法师功德品 因为受持法华经 有这样殊胜的功德 六根经经的功德 经正是以坚持之行 也就是说呢 常步经菩萨品 那不是只有持经 而且能够坚持下来 故如来自序 自己讲 往昔为菩萨时 名为不清 此此妙法 我以平等佛会 教化众生 这个就是他已经 自己有平等的佛会 来教化众生 乃至多招悔辱 绝无一念疲厌之心 以至今日得菩提果 此持经之校愿 就是他的果报 就可以做证明了 用他自己来劝尽恶圣 当尊此犯 末世持经 可无厌患 自无退堕之心也 是要让我们 从这边有一个学习的典范 就是呢 你了解这个道理 下去休息 你可能面对周遭的人呢 都不能够知道 也不能够认同 你还是要坚持下去 以此妙法 物之为难 即物之守之为难 物也难 守也难 更何况你是在 二世红此此经 红此此经 更难之难 故世尊 悠玄之意也生 丁宁告诫之心也切 所以历说持经之行 不是只有这边的 长不经是这样 是从提婆达多那边 提婆达多品那边以来 都是在说明 物守之事的不容易 到了这一品 尊如来行 释迦如来自己做一个表率 让你了解 他过去就是这样来 持守法和经的 然后乃为经词 以得六根清净 乃见其人 也就是说 常不经菩萨的表现 就是六根清净 的法师的表现 他的意思是这样 故持品来也 好 那法经大臣的解释 一样 由前经济持经 得六根清净 但明正入之法 最妙 你所正入的 就是六根清净的 这种状况 这种境界 但是持品 常不经菩萨品 显能正之人 为稀有 以此妙法 误入为难 即误守之为难 若于二事 红词此经 尤为难也 所以世尊 悠玄一生 叮咛勤切 引致往习之事 劝人当来尽修 很清楚的 就是都讲同样的话 就引他自己做例子 来劝我们在末世 要受持弘扬法和经 要能够学习这种 要能够忍耐得住 忍得住 而且从持品 第十三品 持品以来 这是前面的 第十三品以来 通通都在讲 持经之功 文字不一样 意识是一贯的 都一样 可是到了这一品来 第二十品 常不经菩萨品来 色前素品之意 以显能正之人 所以常不经菩萨 所代表的就是 能证得实相的人 只不过呢 就是到六根清净会 甚至呢 还更高也有可能 因为呢 他们就讲 为什么他可以常不清呢 因为这位菩萨 二职已尽 人我职法我职 四相不生 人相我相 众生相受者相 都没有 虚心宏道 忘己利物 那么下面这段文字 就跟课本一样的 他内心有不清之解 什么叫不清之解 尊重众生的佛性 众生都有佛性 他有这样子的知见 有这样的理解 所以看众生都是佛 这样叫做内怀不清之解 外敬不清之敬 所以看众生就是佛 所以对众生都很恭敬 深历不清之行 都给人家赞叹礼拜 恭敬礼拜 不清之行 礼拜 口宣不清之教 我给你做 我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 口宣不清之教 就是这个 我恭敬如得 你们都将来要成佛的 这是他嘴巴所讲的话 深作不清之目 人 人做不清之目 也就是说 目就是眼睛 眼睛所看出来的 就是不清的人 这句话很难懂 所以那个人做不清之目 应该这么说 你参考668页 668页这边 那个经文 668的导数第七行 那个经文 你看 真上漫 比丘 比丘尼 又菩萨 又不以 好之为 常不清 所以常不清 这个明目 是人家给他取的 明目 不是他自己 就叫做常不清 也不是佛给他这个 常不清菩萨的明号 是人家给他取的明目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别人给他取一个 常不清的明目 所以这样 这一品才叫做常不清 好 回来继续看 参考讲义 即释迦多杰之前生 于威英王佛时 今词妙法 以一生佛号 骗济世众 这两句话要看清楚 是如等皆当作佛 这样叫做一生佛号 骗济就是那个受济 都给人家受济 你将来可以成佛 不专读诵 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 刚经文 我们念的知道了 他不是专门读诵法经的 他专门做什么动作 见人则拜 然后人家会打他 丢石头 骗他 他都欢喜忍受 所以呢 这种行为 这注解里面就给他注解了 你看 这样的菩萨 不专读诵 他所持的是无相经 人家打骗 丢石头 忍辱骂力 修无我行 词无相经 修无我行 他能够呢 普遍给人家受济 将来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 身佛平等 他如果不是已经入佛之鉴 身达石像 人法 双空者 他是做不到这些行为的 所以正中分 到这里结束 底下 都是流通分 那法药经要解的解释 差不多 所以文字呢 我们念一念呢 就可以看过去 常不清者 释迦前生 未因王弗 未因王佛的时候 清识妙法 广施力导之基也 他表现的就是能够 利益众生 导引众生的 以佛性意 骗迹示众 于善则拜 逢会不怒 人家不欢喜他 他就躲得远远的 躲得远远的 还是给人家送祭 还是给人家礼拜 他自己没有生气 人家气得半死 他一点都不会生气 因为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 一切见尽 他看了一切众生都是佛 所以都一切恭敬 所以他被人家称之为常不清 一样这两句话 你看 不专读诵以此无相经 却忍骂入以此无我行 无相无我 这才叫做 经识法阿经 受识法阿经 就是这样的代表 于万亿岁广说世经 之后 临终之后 就真的碰到了未因王佛 跟他讲法阿经 他就能够受识 他用法阿经的教理 来教导万亿众令柱正道 使善慢者能够信服随从 以前的曾善慢都相信他 都能够跟着他好好来学 使避罪者还得道国 这就是他的广力 干 前之辞经 据五种功虽缘而未经 前之辞经讲的那个法师功德品 具有五种功 就是观行位 相识级等等这些 是缘但是未经 前之蒙历 对不起 这个据五种功就是观行级 然后修那个五种功呢 虽缘而未经 现在蒙历就是六根清净 或六千德 每一根你有一千二八百 加起来六千 虽圣而未广 为什么呢 因为那样的法师 还有仁我伐我的援引分别心存在 仁法 就是仁我伐我的援引分别心 必尽造于无相无我之庙 其读诵不知所转 不知所望 这时候就没有专 没有 没有望的问题 其余是众不知所近 不知所慢 没有恭敬 没有增山慢的问题 使妙行骗章 意众自化 静慢之心 罪乎之机 就全部消然了 全部消除了 反所谓人法援引者皆 闽然忽然都可以 这两个字都有 康熙大词典注解的是 这个是忽然 汉语大词典注解的是闽然 不管如何都是和 和作金库那个和 都和于正片之正等正觉的场域 也就是说都跟无上正等正觉 都已经相合了 所以这种相对的静慢之心 罪乎之机 还有呢 这个侍重 是恭敬的侍重 或是曾山慢的侍重 然后读诵所修的法华 通通话归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时候才叫做经词 才叫做广词 才是词经 到了极处 所以劝词之文 忠于词品的原因 就是用人 用修词 法华经 修到经 修到广 没有人法 没有事项 的代表人物就是禅不清 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注解 放在最后 最精彩 法华经要解这一段 注解的最精彩 已经没有人我 没有事项 以不专读诵来持无相经 这些逆境 他都能够忍入 无我行 无相无我 真的是精词广词 好 今天就大概先介绍这一品 下礼拜 我们再从这个注解里面 好好来看 请各位和长卫相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